好,接著到下一套我是讀錯名的 我最初是東京EPS 對,我讀了東京EPS ESP,大哥 其實是說東京的消費指南 Sawadika? Sawadika? 東京的Sawadika 東京的Sawadika 太誇張了,大哥 Sawadika Sawadika是錯的 麻煩了ESP 麻煩你 你是Bancourt 這套其實就是一套超能力大戰的作品 沒錯 不是大亂鬥 東京真的很危險 很貴 而那個故事其實 他在頭兩集 他用了一個賭罪 賭罪的方式 第一集他是在黃泉 真的不明白為何要弄一個黃泉出來 你明白 他怨念他想拍食靈的本傳 你明白他送給金主聽 我們想拍食靈的本傳 快給錢 他那兩個是不是真的找回那兩個姓友 我一看過他說 我是不是看錯 我又看錯了 食靈靈都看錯了 詳細的這些關於製作群 或者食靈的東西 可以看回同期會出的鏡花的一篇文 而這一部裏面就是說 故事裏面有一班超能力的恐怖分子 又是恐怖分子 佔據了這個國會大樓 佔據了發動最終決戰 好搞笑的 將整個國會浮在空中 沒有人能夠賣去 那就厲害了 有沒有看X-Men的 赤力王的才知道 其實 對 我還想說 波士又要有些豪氣要怕氣 我就想說先介紹風神演義 誰知道你說這個這麼近期 然後就開始就是 很多不同的初行力者 應該是一班恐怖分子 聚集的初行力者 他們就開始在這個城市搗亂 然後 當然你說政府是不是沒有行動 政府不是沒有行動 政府都相應有一個行動 就是希望去 去擊倒這一班的恐怖分子 他們採取這些行動 真的很老殘 政府可能或者慶遜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電視台 他可能就說 明知恐怖分子 其實在看電視 那問題到底是什麼呢 究竟有什麼人可以拯救我們 然後說 咦 鏡頭一轉 軍方有部直升機過來了 然後就說 咦 軍方有部直升機被人炸 然後電視台 你有沒有考慮過問題 就是 其實是你令部直升機被人打倒了 咦 突然間我覺得有馬是對的 大家記不記得最真實的這件事是什麼呢 菲律賓 電視台 直播 直播外面差了些什麼呢 咦 叫波門 完全是那件事 根本上 你不可以去用這個概念 這件事是錯的 但是 那個問題就是 政府固然在實力的差距上 他不能夠去 擊倒這些恐怖分子 當然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對策小組 他們都應該有以超能力去對付超能力 那個叫變多小組 但其實我記得那個名字 對策部是非自然災害的 靈災 其實不是 食靈的名字 不是 其實不是對付這些超能力的 沒問題的 你知道食樂班過來可以全都騙他們 我很期待神樂出場 對不對 而你說故事 第一集的物流 其實就是一個 因為本來是一個倒序法 應該是一個尾 尾 尾 可能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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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說過最終的結果給你聽 只不過是說那件事發生到 怎樣的情況 但我覺得是有些奇怪 就是他接到第二集的時候 又完全倒序 由一開始說 他中間沒有一個接左 感覺上有少少奇怪 由我知道就是這套是你幫助食靈的東西 然後我看到 然後他說究竟白色少女會不會出現 然後我第一個疑問 其實是說 其實食靈中間我是不是一套作品 我還未看 究竟是不是一套叫白色少女的作品 其實我是未看的 我是真的不太知道 其實因為去到那個時候 其實我看到就是 因為你給了我看一套叫食靈 阿黃泉出來 你如果有看過這套作品的話 你真的會有懷疑 其實中間我是不是脫了一些東西 這套是食靈靈的後面 這套是不是第三部作品 這套是不是第三季的作品 你意思是不是三部曲 一套就是食靈 然後中間一套不知道 一套就是食靈靈 一套就是食靈靈 然後東京ESP 然後就是三部 然後有一套叫白色少女 然後才到這套東京ESP 三部曲 你那個感覺就是 我覺得是奇怪的 太奇怪 我覺得是 我呈現就是他不出王泉那一字 其實王泉那一字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意思 他只不過是想被人說 這兩套其實是同一個世界觀的作品 我反而不是這樣想 我反而是做一個Gimmick 就是類似一個宣傳的樣子 就是看過食靈 我覺得很舒服 看過食靈 覺得好看 看回網上 這個有食靈出發 又看一看這套動畫 究竟在做什麼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動畫第一集 看到食靈又叫王泉 馬上整班很開心 想轉帖 不要記得白色少女美人 因為有王泉有神浪 這套東西 這套是什麼呢 走去看東京ESP 第二集 他那一集說的就是 這個白色少女的 英雄傳說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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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集的尾就是安排他出場的畫面 第二集就是說 他由他第一次得到這個 能力 穿透 穿透的能力 其實這個能力也挺屈肌的 如果他的能力來說 其實是什麼呢 物理無瑕化 但是他要控制到他的能力 他要控制自己的衣服 不要穿下來 要這麼焦點火星機的下人 他真的 能力上是挺OK的 當然你說到能力這一部分 其實在兩集裡面 各項能力的發揮 不同的獨特性 其實是出到的 尤其是他的 瞬間轉移那種 瞬間轉移其實也挺屈股的 你要知道就是很多作品都有瞬間轉移 但是很多作品的瞬間轉移是什麼呢 出現 不在 去了另一邊 這裡會有一個 叫做Effect 他那種Effect 其實是很荷里活那種 霧化 霧化那種Effect 我覺得是做得挺好的 你也就是說 他真的要發動能力 他不是突然間在畫面不見了 這個我覺得畫面上的處理 是挺OK的 嗯 但是純粹來說 我覺得瞬間轉移 其實某程度上 跟穿透 有點相似的 那種能力的感覺 即是他 某一種效果 可能這兩種能力 都可以同時做得到 都是移動性 但問你穿透 你不要移動太遠 一個是空間移動 一個是你不存在在這個空間 是兩種東西 兩種不同特性的能力 當然你說 在這個白色少女傳說 開始之後 其他的角色 太郎 阿京太郎 我當時以為他姓東京 原來是姓東 叫做 京太郎 其實他不是故意的 其實他的名字 叫做東京 他說他才是主角 因為是東京 其實是東 其實如果你看到第一集 我覺得他應該遇到某些事 應該掛著感覺上 很明顯他戴上面具 正義超人 可不可以中間死去都不明白 他那種就是什麼呢 他那種態度說 他覺得是機緣 獲得了一個超負上的能力 就是一個超負上的能力 就是能力大閘越重 那就是蜘蛛 那就是蜘蛛 故事裡面就連帶介紹 就是阿瑪的把 都是因為這樣 就得到了超能力 其實他每個人都遇到某些東西 一條魚 黃金魚 不是一條魚 是一條黃金魚流 應該是一條魚入了一個人的身體 然後那個人 其實不知道是穿過的 我看見是進入了一個人 進入了一個人 會獲得能力 接著他爸爸就是 獲得快快的能力 他爸爸那個 不知道是遲力氣還是什麼 不是快快的 PSP那隻遊戲 不是快快的 另外就是對付這個怪盜的時候 透明 隱形 他是隱形 阿卡琳 他是隱形的能力 阿卡琳 他是隱形的能力 暫時介入這幾個角色 你說暫時來說 這一套東西 除了第一集有少少不明就女 嘩 那些超能力 他都是規格 有裝置嗎 我不明白 應該有整體超能力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人的超能力 其實不是很厲害的 因為你看到就是 好像在第一集裡面 用火鐵牛 我覺得他真的可能 只是可以做個火機火出來 而他上面加了裝置 就是他才可以 就是說 他隨時成為一個火焰發射器 變成機槍 對 強化能力的東西 不如帶個噴火通也可以 沒有的 魔法的東西都是這樣的 老實說 你要懂得放火球嗎 我真的可以帶個火焰發射器 那我就懂得放火球 但是這個是不同的東西 我明白 終於是光烈的大作 他只是強化火焰 但是不能產生火焰 是啊 這個暫時 去到兩集來說 感覺角色來說 其實是說 這一套 比起之前 其實這套角色是很突出的 但是這套 暫時他用了第一集 故意告訴你 他做了一句 就是說 這個世界的故事就是 超能力者和不是超能力者 其實是應該都是有分歧的 而就是 每個 接著就是他去介紹 每個Key的能力者的故事 嗯 那當然你說 究竟將額都好不好 這個就真的之後才知道 我以頭兩集而言 我覺得感覺上 一般 我的感覺是一般 我覺得 那個賭罪法 不是用得那麼好 是啊 最主要是 不是他的角色 或者其他的表現方式 做得不好 他開頭的賭罪法 他浪費了太多時間 出來 以及 接不到鬼 現在接不到鬼 正式第二集 才是第一集 看到他幾歡樂 幾光明向的 但是第一集 應該是第一季 最後的結局 又是去超能力大戰 互生打一片 其實這條是夠路 這條是 還要不得不提 主角是有絕招名的 什麼 爆碎村老的腳 還要對著他老爸用 人家有字在旁邊 你用字在旁邊 還要對著自己的老爸用 因為他老爸是真的會死的 但是那一幕其實不應該 有這一幕發生 因為他是穿透能力 應該可以穿上人 即是你最後那一刻 實體化 你會變成 他的腳要實體 因為如果他實體化的時候 他的頭髮就不應該是白色 不是 控制頭髮 你只要你的腳不要穿透 好像你 你怎麼站著 他只是說 發動能力的時候 他一定會白色頭髮 但是他不發動能力的時候 他都可以保持白色頭髮狀態 你明白 即是 白色頭髮就是他 發動能力 他有發動能力的時候 然後他過一段時間 他才會變回頭髮 但問題是這樣 立即變白 立即變白 你明白 他發動能力不一定全部穿透 他穿透 他衣服都不能穿 他沉默地心和盧安會變成 所以其實開頭第一集 你最想要那些 打一集就糟糕了 開頭第二集 我開頭以為他是不是要控制 因為開頭第二集是沒有衣服 一出來的 我開頭以為 是不是能力是這麼限制性 就是這麼絕對 對 但是你知道 其實很多這些所謂超人影作品 其實他那些超人影作品 是不合理的 就算你模仿那些東西 其實他們會刻意說 他可能是開發了一套服裝 是可以跟他的能力是共存的東西 你才能夠有衣服穿的 對 對 但是這套東西 其實應該說很多日本的 所謂的超人影動畫都是 就是 你很老實講 你瞬間轉移的 如果是一個高速移動的話 你的衣服穿了火的了 你一出來那一刻 你不是那一刻 很熱 火人 應該是火人 就是 很多這些所謂叫做什麼 你物理上要解決的問題 但是日本通常這些超人影作品 是輕輕帶過一些問題 或者 還有一些 更加說不說的就是 因為 他本身 他本身也是一個 超乎常人的存在 規格的存在 所以你不要理這些物理現象 女主角就是 有必殺技的 那有 超人影響也會贏 這套 暫時 但是我擔心 超能力說到 這麼有威能的時候 當超能力者對超能力者 我擔心會失控 這裏 你便會說回 我們前兩季說的 奔赫的問題 超能力說 其實我輸了就算 會失控 說到太誇張 什麼爆炸 那當然 今季 應該是今次新回 我們不會說的 衛奔虎衣 這套作品 我不知道他會成怎樣 這套作品 但是很明顯就是 超能力那方面 我覺得他不收拾 我覺得這套是不好看的 我看了第一集 放心 這套就算了 好了 這一套 我們講到這裡 那我就去下一套